2005年2月18日 欧洲第一所孔子学院 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 举行接牌仪式 瑞典著名汉学家林希丽教授 作为嘉宾 见证了这一标志性的时刻 45年前 27岁的中学教师林希丽 决定离开斯德哥尔摩到中国去 中国对她最大的吸引力之一 就是汉字 在那个人为阳和的时代 对于中国人正在经历的三年自然灾害 林希丽已无所知 我们没有吃到同种地方有的地方 我们不在家里他的租 但是我们在其他地方的调侠 我们在小店里 说 我们的小店 我们的小店 都给我们的确保 就能够好当然 所以我们可以做到的地方 我就能够到那 time 我会看 在我们的中间 在座院里,却突然看到所有的金牙学生在山上 他们起来,准备了,瘦了,准备了 对于从小在忧郁的生活条件下成长的林希丽来说 这无疑是一种破坏自然环境的恶劣行为 虽然她没有办法制止这些不文明的行动 但林希丽仍然把自己的抱怨告诉了老师 他们毕业了 我变得很高兴,所以我说到我的学生 但我没有人可以阻止他们 他们都强调了 然后她说,你必须明白 他们没有获得任何种草食 在秋末 他们都尊重了很惨 他们想到败的果物和败的肉 现在的败的果物 这就是败的果物 这就是败的果物 我没有说到他们 他们不会站在山上 然后我还试着 以前我说 我还没有败到这些连续 这碑上是在70-年代的 这部分 宁愿自己忍饥挨饿 也不让客人受一点委屈 这就是中国人 后来林希丽教授常说 认识一个汉字就像认识一个人一样 正是通过汉字 她开始认识中国人 林希丽将这段难忘的经历 写在了自己的著作《汉字王国》中 在这本书中 林希丽不仅想告诉自己的同胞 汉字为什么是这个样子 她还想让人们知道 是什么样的人创造了汉字 他们古往今来是如何吃饭穿衣 如何耕种劳作 如何生活思想 如何看待这个世界 以及如何对待别人 作词 计判词 刘子